小伙伴们好,我是Jacky 这次我们来开箱一个GoPro9的一个媒体组件 这款媒体组件我等了足足三个月 现在终于到了 现在买新的机动 然后我先拆开看一下 它现在全是封一条 希望这款媒体组件不要让我失望 拆开后开始是一个盒子 然后这就是一个说明书 这是一个底座连接件卡的比较紧 然后是一个螺栓 这个是一个麦克风一个棉 降噪棉 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机身 这一款的话它是可以搭载那个五光灯 还有翻转屏 我只买了这个媒体组件 因为其他的我用不上 我先试一下 按一下弹开 最后找来GoPro9 GoPro9的话把这个打开 这盖子轻轻往上掀 把它天气盖就掀了 咦 跟我血量中有点不太一样 比较粗 我现在把它卡进去试一下 卡到位 哇 这么紧了 这简直有点不太合适啊 太紧了 这个是卡不进去 我现在研究现在是什么情况 从来拔出来 再给它插进去 这么紧了 我都怕把它给卡坏了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卡扣卡了进去 目前我是装了一个平衡镜 把平衡镜给拆掉 还是不行 现在目前不知道什么情况 把平衡镜先装 装回去 等下不然一会儿有灰尘 哇 翻车了吗 看卡头位置目前是对的 我先给它开机看一下 目前是可以开机的 然后我再连接一下 然后它这一个选项要连接 选项 在选项里面设置 选主配件里面 选择媒体组件 哇 我的媒体组件显示不适用 哇 我的媒体组件显示不适用 好 现在我要研究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嗯 嗯